华语爆款停出的7月终于过去,8月来了,这些进口家座你千万别错过,是知语和的小偷家族,在中国能否延续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奇迹? 漫威的一人爱,黄蜂女现身随时打到,叮当8.24,漫威宇宙又要扩展,时隔三年的叠中别流,全面瓦解,看汤姆克鲁斯老当义壮,不解当年,华语片方面,首次指导电影的黄渤带来一出好戏,希望真能呈现一出好戏,当然,暑假期间还有少不了的动画电影和怎样拍都不会有鬼的国产鬼片,来吧,看看这个视频。 8月里的这些电影,那个值得你买单,PS,本周上映的新片,就留给好久不见的牌类了哦,不得不看系列一出好戏,上映日期,8月十日内心,黄渤和他的朋友们拍着片导演,黄渤主演,黄渤书齐王宝强张艺兴于何未看本片的演员阵容,除了张艺兴各个都是实力派, 但也令人担心是一部黄渤在朋友圈传出来的制作,乔男娇合作过的好友,作为早年与宁浩似混的黄金搭套,黄渤的这部处女作,颇有荒诞喜剧的风格。 主人公马俊是一个底层路走企图靠买彩票实现人生命习,当他真的中了六千万,却在公司团结的路上流落荒岛,在荒岛之上,一切重新清零,社会的阶级,规则都不再起作用。 王宝强代表的小人物,何与何伟代表的上层人士,都想成为白头大哥,在小岛,行全,无形之中,就让人对本片的质量有了信心和期待。 预告中,机器人7723,像大白一样保护着女主角小麦,浓浓的机甲风,也让人对这部暴漫改编动画,有了更多期待。 黑死的篮球,终极一战,上映日期,8月24日类型,日本人气动画局场版导演,朵天俊介配音,小野闲战小野有数身古号史综往不顺一,小篮球能来到国内上映,二次元的有声之年系列,这是不妥妥的粉丝像作品。 剧情承揭正片,主角黑死,球场上毫无存在感的成员,却拥有与射入外形不相符的非凡球技。 他转笑杰时心达,C大P火神大我,从此一路盖板前队友,打个篮球能有多大恨? 你把前队友换成前男友理解事事? 五,现在终于等来偏鸣的终极一战,主角团一伙人联合与美国的天才篮球队进行对决,看了眼,已有评价,一直被诟病的作画还在帮,自灌篮高手之后,有一段青春记忆,可以就此告终了。 大师兄,上映日期,八月二十四日类型,青春校园篇,不,是功夫片导演,看家伟主演,真子丹陈乔儿一个凶狠好斗的老师陈霞,被分到了全市部梁少年的班级,为了让这些学生迷途之法,陈霞用尽浑身解数,已不能让你想起《麻辣教师》和《桃雪未龙》的电影,故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。 电影最大的看点,是真子丹的拳脚功夫,至于陈,乔恩饰演的角色,起码从预告里,还看不出有什么重要的戏份,是真子丹与你的话,不妨在电影上映后。 关注关注,关影小黑屋封门笔先,阵营预期,八月十日类型,你他妈想下次,我啊导演,牛逼导演,带接小主演,哈哈哈哈嗚嗚嗚嗚嗚嗚,yes,来,让我们用一部国产恐怖片,打开八月小黑屋的小门。 故事说的是,有一天啊,一对情侣来到封门村这个长闹鬼的地方探险,掉了一把昆誓言,你的作死直播,你要作死,不让你死都对不起你。 于是乎,这个叫安妮的女的神秘失踪,生死不明,安妮的男友方了,安妮的boss网站负责人也方了,安妮的两个闺蜜同样方的一逼。 于是乎,这四人方成一个四方形,在杜向峰门村挺叫,哇哦,想想都他妈吓要了,鬼知道一路上,安妮的两个闺蜜,会对安妮的boss做什么? 你问安妮的boss是谁?哈哈哈哈哈哈,行不更名演电影随便姓,万民阿发,中文明周论发,角色明周论发,本名,郑小勇。 不仅如此,反派女主笔仙大姐,也来头不小,她就是国产惊悚片的蠢儿,归交好入届的骄傲,许个早就能让你尖叫的,江岸轩,出生1995年的她,目前拍了五部作品,分别是笔仙咒院,竹仙,女校怪谈,活死人入侵,以及我们今天这部封门笔仙。 颤抖妈,究竟是什么力量,能将不要脸的发哥和兄弟的不要不要,的惊悚片一姐集合在一起? 当然需要一个牛逼导演了,介绍很简洁,两字,昆丁,哎哎哎哎,看走脸了别怪我,各位,真正高级的国产恐怖片。 不用看都能把你下一个狗吃屎,了解了主创信息,可不就是跟吃了狗屎一样恶心? 它是一只狗,身影于日期,八月十七日运行,日的狗导演,中央主演,不重要很少见到如此直接不做作的片名了,男主确实就是一只狗,准确的说,它是来自天狼星的一只狗,说是要到地球找到那个,命中注定,去保护的那个人。 真找一只会演戏的狗,也挺费心的,于是呢,它就成了一只小奶狗,小奶狗后来遇到了一个叫爱慧的问题少女,阿慧抽烟,喝酒,热爱小奶狗。 小奶狗和爱慧,就谈了一段曲折,奇幻,浪漫的恋爱,具体怎么谈的,一切进在一张海报中,实话说,这个设定,我还是比较欣赏的,很有想法。 他做出了未来中极好男人的大板展望,可人可狗,也对当下男人的品质做出了不留情面的批判,空有人行,你在吗? 简直日了狗,大家都去看看这部,充满了隐喻讽刺奇广爱情约狗剧欲片吧,不能就我一个人对着大荧幕发出浩探,做个人吧,其好英雄上映日期,8月24日旅行,你他妈是要笑死,我啊导演。 不重要主演,不重要这个动画片厉害了。 厉害在于,他去年5月份的时候上映过一次,今年玩C跟你说厉不厉害? 厉害在于,他已渐渐零度的存在感,斩获2017年最低票房Top100的第二名,多少? 255元,所有主创一人贡献一张票,你就说厉不厉害吧? 票房低合电影好坏,不能画等号,我相信这片一定是被低估的,不然怎么会再上一次? 你怀揣这个疑问去点开预告,只能得出一个结论,今年说什么也能再参高峰,成为2018年最低票房Top100第一名。 有一种预告明明很短,但因为有降薪,每一秒都惊打细膜,把所有令你不安的,尴尬的,难以忍受的,想抱出口的狗屎,都一点不胜自塞进去了。 嘻哈英雄的预告片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,剧情我都懒得接受了,你们口味够重就去看吧。 它是一只狗,看完是热了狗的话,这个看完的感受差不多,就是热了狗秀。 八月的院线似乎没有七月来的那么热闹,赞好片子几乎也是每周都有,不急不缓的院线,正好可以让你在赞热的八月,躲进电影院,好好享受两个小时的视听和冷气,一记,要遵守观影礼仪。 该原创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,第十放映是,ID,E-S-F-Y-S-W-E-I-X-I-N,熟许撰载进联系微信ID,Five Swickson,上形成对治知识。 所以,表面上一个荒岛求生的冒险故事,那里应该是不同阶层人性之间的斗争,博弈,人性的丛林中如何生存,如何逃生,给本片想象力和内涵,都留下了较大的空间。 虽然一出好戏,是考验文系的黑色幽默,但是特效看起来也没有省钱,黄博是个好演员,但不一定是个好导演,许多人在看到一出好戏,时都用这句话表示担忧。 正因为黄博是个好演员,我们愿意给他足够的信任和期待,据齿沙,阵营日期,八月十日类型,怪兽大片导演,乔德特杜巴主演,杰森斯坦森李斌,并雷安雷尔森赵文轩卢比罗斯七月九日十强森,八月有杰森斯坦森。 这部中美合拍的鲨鱼题材科幻惊悚片,原本并不被看好,因为合拍拨乱片,早已是一个人尽皆知的魔咒。 但大家不能忽略本片的导演乔的特度吧,他曾拍出过《二剑钟情》和两部《国家宝藏》,都许多口碑佳作,最近从北美传来的早期口碑反馈也很好,都说据齿沙是大白沙和侏罗地的结合体, 其实从预告片就能看出来,这剧齿沙是真的很大很恐怖,怪兽惊悚片吗?怪兽越大越吓人就是硬道理。 影片讲述的是,游里冰冰领衔的中国科考人员,在马里亚纳海沟,遭遇了史前怪兽剧齿沙。 这时候斯坦森饰演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潜水专家前来就显,渺小的人类加上强大科技力,量的武装,对阵地球最顶级的掠食者,随即上演一株伤口脱险的故事。 巨齿沙是已经灭绝200多万年的史前巨兽,从已发现的化石推测,这个物种最大体长超20米,重70吨,要合力高达20多吨,被古生物学家认为是地球历史上最强悍的生物。 即便是侏罗际世界里的苍龙,也不是他的对手。 所以,当片最大的看点就是,人类如何打败这么恐怖的海洋霸主? 此外,是否还会出现诸如苍龙,帝王鳄和新西兰大鱼龙等周多是前怪兽了? 大三二,上映日期,8月20日运行,到晚8分纪录片导演,同胜家主演,夜人这是一部以下人物, 甚至是边缘人物为主角的纪录片,名叫大三二,英文名Mr.Big片子的主角夜云,拥有一个很多人都拥有的普通梦想,去西藏,而他本人要比普通人特别那么一点,身高一米一的天生残忌,以脱低温升的微薄工资,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过后,夜云决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,和朋友一起开始,我们去往西藏的旅程。 本片的导演同胜家,是夜云二十的晚伴,回到家乡后的重逢,让他有了拍摄大三二的契机。 这部纪录片在今年的北影节放映过,很多观众都被夜云的生活状态所打动,所以还未上映就已经拿到东半八点零分。 我也很想去电影院看一看,那个在爱小深区里住着的高大灵魂,影人二,黄蜂云现身。 上映日期,八月二十四日内行,漫威瓦角DC巅峰之作导演,配顿里的主演,保罗路,的伊万杰林莉莉·麦克尔佩拉·汉娜·乔恩·乔恩·卡门·麦克尔道格拉斯, 一人二成功挤进国产保护月,可喜可贺。 毕竟挂着满为招牌,定位也是偏何家欢喜剧,而影片的看点,除了可大可小的蚁人和能飞,又能发射激光的黄蜂女并肩作战,就是大牌明星的客串了。 米歇尔菲博,曾经演过猫女,如今又演了初代黄蜂女,劳伦斯菲什伯恩,在DC宇宙里是大抄地老板,转过头来就在以仁二里演起了哥利亚,要不说以仁二什么的挖掘DC的巅峰之作呢,一下就收集了两个重量级演员。 对了,以仁二的导演,正是指导以仁一的佩顿里德,他能否成为漫威电影宇宙里,首位成功指导三部曲的导演,拭目以待,叠中叠六,全面完结,上映日期,八月三十一日类型,阿汤哥挑战极限系列导演,克里斯托夫·麦奎里主演,汤姆克鲁斯亨利·卡维尔西蒙·佩吉利·贝卡夫格森老师说, 就算叠中叠系列水平有高有低,但阿汤哥,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,早在叠中叠六拍摄期间,就传出阿汤哥跳楼受伤的新闻,预告片里也能看到那一场跳楼戏,更别说还有骑摩托,开直升飞机,跳伞,谁又是能像亮汤一样敬业,过年一定能扫出很多敬业服,电影的定义大看点,是亨利·卡维尔饰演的C.I. A.特攻,一正一邪,真实身份未知,战斗能力包表,大超和阿汤哥将撑起叠中叠六的动作场面,还有笑点担当的西蒙·佩吉,颜值担当的利·贝卡夫格森,也将再度回归,以及叠中叠六在许多平台的评分,都达到了系列最高。 Machaz Khoury Machaz Khoury Machaz Khoury 胡听乱凑的各国各地演员,是效仿GX系列吗?又红有专的主旋律剧情,讲述抗战期间,日军在重庆进行当轰炸的真实历史事件,故事与诺兰的段克尔克一样,分海、陆、空三条线,以海报上空军F4的激烈战斗为主,再补充些重庆市民的苦难经历,组成地下戏份。 据主创的访谈透露,众多明星客串参严的戏份,为了照顾时长,远东山前方的彩蛋中,看来真是好大一个片,大背景,大场面,大逝世,等同于大野心,大投资,大难题,拍的好与坏,令人忌惮,也真令人存疑啊。 欧洲攻略上映日期,8月17日类型,不用存疑了,随意看看的动作特工片导演,马楚成主演,梁朝北无一法唐燕杜鹃,梁朝北加导演马楚成,之前就合作过两部韩城攻略语,东京攻略,品质平平无奇,时隔多年,系列重启,未改老了,演对手戏的野虫正一剑, 书七,张博之,化成了吴一版,唐燕几位大陆的流量演员,嗯,这片,让他与唐燕相爱相杀,白发继续本色出演一名顶级黑客,再加上永远女神担当的杜鹃,怕不是愿意不百度人,求求你们烧折腾梁朝北了,或者说,梁朝北求求你烧折腾自己的口碑了,如影随心,上映日期,8月17日类型, 国外旅游爱情片导演,后见起主演,陈啸杜鹃王家马苏划烧雷片有一个固定类型,就是在国外著名旅游城市,拍摄的都市爱情片,用大都市的时尚和风景,演示演技和故事的拨腿,如影随心取景巴黎和北京,讲的又是一对异国他乡, 线后的巨男美女,上演爱情的猫鼠游戏,陈啸饰演小提琴叫陆松,杜鹃饰演室内设计师文英,骂叔和花嫂你没看错,分别饰演两人的前任,如果没猜错的话,这是一对于男女女,为了对方摆脱现任的爱情故事, 然而现任编前任后,爱情里那些欺骗与猜忌,又会重新上演,陈啸和杜鹃共献了色气满满的戏份,画面也是浓艳的对账色彩,搞不好,看着就像时尚杂志拍的MV,虽然这个片子不烂的机会很小,但,还是希望走上大荧幕的陈啸能找到这和自己的戏路,赶紧逃出于正的手掌心,反叹风暴三,而风暴上映日期, 8月24日内心,古天乐拍了赚钱捐学校系列导演,黎德陆主演,古天乐在志玲正在营动力心反叹风暴,系列大概,是唯一赶三三他续集的五分片了,换作别人,我们早已破口大骂,但因为是古仔拍的,不满也减少了许多,毕竟人家拍烂片是捞钱,古仔拍电影是做功德,这个功德不仅仅在于捐希望小学, 更重要的是为香港本土电影,继续提供生命力,不求保质但求保养,该系列都是围绕古天乐,扮演的香港联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,陆志玲金兽的反叛案展开的,经典双雄设定,一部应该案子,欠缺爆点的流水线工业品, 这两部分别是调查150亿的香港专项关怀基金和香港满汇球赛的非法赌博,这次就厉害了,连政公属于大陆的反叛局侦查处合作,港路联手打击起黑钱的贪腐官员,人民的名义中,赵东来和赵锐龙穿越而来,跨不瞬间又红又专,不管你爱看不爱看, 总之,赞叹风暴四野再来的路上了,精灵旅社三上映日期,8月17日雷琴,索尼奇幻动画导演,格恩迪·塔塔科夫,斯基佩因,亚当·方德勒·赛林纳哥·麦斯·凯瑟·林哈恩·史蒂夫·布希尼精灵旅社,是索尼动画的当家作品,虽然索尼动画不能跟迪士尼、皮克斯、梦工厂等相抗合, 但系列将两部打造的另类,高校风格的吸血鬼世界,还是俘获了许多粉丝,所以这第三部也是值得期待的,这一步里,吸血鬼十足的古拉伯爵,女儿梅维斯和科学贵人,狼人,透明人,木乃伊等精灵旅社家族将在一艘豪华游轮上度假旅行,他们的狂欢派对将变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, 因为他们会遇上吸血鬼烈人放海星,不过,故事依然会走夸张搞坏路线,也有我们熟悉的家族亲情元素,并且,还会出现一个大梦物,现在的动画片,如果没有梦物,都不好意思说,自己是动画片了呢? 要当桑德勒,塞里内歌麦斯等员班人马再次回归,为主角配音,啥也不说,只剩期待了,快把我哥带走,身影日期,八月十七日运行,国产幻漫改编电影导演,正纷纷主演,张子峰彭玉唱照金麦孙泽源这部快把我哥带走,改编自双包台漫画家幽灵的同名漫画, 讲述一对斗笔兄妹的包向日常,这也是一个全面开花的IP,从最初的网门到动画,来到今年的网剧和电影,能改编的形式一个都没落下,而且成绩都还不错 最近,牛层顺心和孙谦主演的网剧版正在热播,水花不大,但七点五个斗霸评分,算是得到了人助分的认可 电影版的主演是张子峰和彭玉唱,人物还原度上看起来若于网剧版,但在演技上更让人放心和有所期待 而我更好奇的是,改编成电影之后,原版段子式的包向日常,能否成为好看的完整故事 如果可以,说不定有惊喜呢 下一任,前任,上映日期,八月十七日类型,逼情侣分手爱情片导演,陈红一主演,正凯郭彩杰丽东学写伊丽流星优以前任为话题的爱情电影 就像中国观众的大姨妈,暗示暴躁 这部,八月就又来一部,她就是正凯和郭彩杰主演的下一任 前任,我严重怀疑,她是一部连主演,都不希望上映的电影 翻翻盛开微博,最近除了宣传过影,仿佛丝毫不记得自己演过这部片子 我严重怀疑,她是一部还没来得及宣布撤当的电影 或者没找到地方通知,因为连环威都等于几乎没有 我甚至连她的正经海报都没有找到 让她入选考虑看看,的唯一理由就是 前瞻仅任三十留下的心理阴影 未来机器车,正应预期,八月十七日微型 豹曼大电影导演,安克文龙子乔配音 冯远真实搬于寒凝地震海音图松颜这部国产动画 刚好跟精灵女士三同天对打 未来机器城其实大料来头 她改编自豹曼王尼玛创作的漫画7723 讲述未来世界一个机器人7723 旅足球少女小麦相互陪伴 共同成长的冒险故事 这部动画可说是为硬鲜活 因为五月份的时候 就有新闻趁美国留名字巨头望飞公司 花了三千万美元 买走了吻片的海外发 接着我们的转发